彭于燕玩自拍 老妈表情成亮点男星 彭于燕才刚结束电影《悟空船》的宣传 便带着家人一同到英国游玩 又常常在Instagram上面直播影片 就像带着大家一起去玩一样 而在最近所秀出的段片中 老妈张嘴的超忙表情更成为亮点 让网友直播妈妈好可爱 彭于燕此的旅游相当亲民 不仅带家人一起搭火车 还开心踩着呆车到处游走 展现阳光笑容 到剑桥大学参访时 又到处拍影片做 纪念 还带妈妈一起入境 随后又在湖上泛舟 相当惬意 主演电影《悟空船》 在大陆狂卖近7亿人民币 也难怪她心情这么好了 刘若英开唱爆泪 梁静如主振亲亲好暧昧 刘若英11日起 一连两天在台北小巨蛋 举办2017 瑞瑞我赶刘若南演唱会 她穿上白衬衫 西装裤 反串成刘若南 全是忘情水 问别等歌 唱到顽固时 她突然爆泪唱不下去 用尽全力硬唱完 下一趴时迅速恢复正常 和来宾梁静如合唱 《分手快乐》 今天等歌 梁静如惊呼 今天你是属于我的 你今天真的太 帅了 两人当场嘴对嘴 上演甜蜜亲吻 刘若南和刘若英一样 自我要求高 唱到不再让你孤单时 她刚唱两句就喊卡 要求乐手配合重来 唱完故时 她疑似耳机掉落 中间落掉一小段没唱 她尴尬笑笑 到副歌时 又再度中断歌声 以为是她耳机又出状况 结果她头一抬起 泪流满面 不能自己 但下一段talking时 她对爆泪一世之字位体 转换情绪 介绍嘉宾 我觉得她的声音应该是宇宙最温暖 刘若英应该不想请她 因为她一来 刘若英就不想唱了 说完梁静如便从舞台后方现身 台下观众一阵惊呼 她忙拿着金帮刘若南擦汗 画面看上去相当暧昧 刘若南笑说 真的觉得做男生很好 台下观众皮喊放开她 逗得台上两人大笑 刘若英和梁静如 虽然过去同门多年 却是首次合作 一往以后默契十足和唱了伤心地铁 音篇 我是真的爱 你已几分手快乐 彭于燕玩自拍 老妈表情成亮点男星 彭于燕才刚结束电影 悟空船的宣传 便带着家人一同到英国游玩 又常常在Instagram上面直播影片 就像带着大家一起去玩一样 而在最近所秀出的段片中 老妈张嘴的超忙表情 更成为亮点 让网友直播妈妈好可爱 彭于燕此的旅游相当亲民 不仅带家人一起搭火车 还开心踩着呆车到处揉走 展现阳光笑容 到剑桥大学参访时 又到处拍影片做 纪念 还带妈妈一起入境 随后又在湖上泛舟 相当惬意 主演电影悟空船在道路 狂卖近7亿人民币 也难怪他心情这么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